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原生脊椎动物吗? 农委会特申中新花了两年,盘点617种动物 而在这份红皮书里面发现,包括鸟类、爬行类、哺乳类等等 有15种动物野外族群跌入极度冰为物种 人为捕猎还有栖息地破坏是主要原因 如果再不好好保育,它们可能就在台湾永远消失 甚至由中研院发现的两种我们台湾特有种珊瑚,非常珍贵 可是才刚发现,就濒临绝肿 海底世界探索Let's go 不过等等,这一次主角不是卡哇伊鱼群 而是隐藏在光线都还能照射到的地方 仅仅海底下3到5米出 等用手拨一拨睁大眼睛仔细看才终于勉强看到了它 富尔摩沙韦斯珊瑚由于实在太小太零碎 常常一个不注意就被忽略了 所以看得出来它的族群有多么少 长期研究珊瑚的中研院研究员陈昭伦 20多年前在墾丁万里桶海域发现了它们 它的分类其实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去做比对 然后跟世界所有的这个国家呢 去做这个不同的这个专家去做交换意见 那花了这么多时间以后我们才确定这是个新的物种 那新的物种因为这是台湾 少数能够以台湾来命名的这个珊瑚 能以台湾福尔摩沙命名 就是因为全球仅仅台湾才有 而且是一级保育类特有种 根据陈昭伦的研究万里桶海域虽然拥有最大族群量 却也只有250到300个群体 另外墾丁的河山厂出水口也有50个左右 至于台东集会与蓝宇也有一带也有 总计全部约莫500到600个 相较于一般热带珊瑚多的可达十多万个 福尔摩沙韦斯珊瑚它喜欢干扰多的地方 因此许多潜水客可能不知道 在他们的下水不远处底下3到5米 就是珊瑚的所在之处 福尔摩沙韦斯珊瑚喜好沙与交替的交界处 很浅的地方就能看到 也因此人类经常不注意 就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 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一个潮尖带 跟这个人为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游客的这个进出 会造成它的踩踏 这个陆地上面有一些饭店 它排出来的一些污染的东西 它会造成潮尖带的一些 珊瑚的竞争者这个早华产生 同步被列为一级保育类的 还有这个柴山多杯孔珊瑚 没错就是在高雄柴山所发现的 他们长在一般人难以置信的 古珊瑚岩礁上 最主要是它的漆地 基本上需要岩礁的部分 这个岩礁的部分 它在台湾的西海岸 有沙又有岩礁的地方其实非常少 所以柴山它本身是一个更新是 隆起的一个珊瑚礁 它刚好也是在台湾西岸南端 这个沙子比较多的地方 柴山因为古珊瑚沉积隆起 造就了柴山多杯孔珊瑚的漆地 旗号边缘型胶体 加上也位于扰动多的赶巢带 数量比福尔摩沙韦斯珊瑚更少 二十多年前 陈昭伦老师在柴山陆续发现 约两百个胶体 接下来其他海域再也没找到 直到2017年五月 桃源大潭才又一次见到踪影 消息让人振奋 但数量却少到难以计算 这两种台湾特有种珊瑚 都在前海发现 国际间嘖嘖称奇 却也因此更容易受人类影响 但其实台湾除了特有种之外 也有不少原生物种受到威胁 我们来到台南观田 天空中不少鸟群翱翱翔着 台南观田的菱角田一带 是全台最大的水质分布区域 因为它们的栖息地 必须要有大片的浮水型植物 而菱角田符合了这个条件 菱角叶成了水质站的地方 我们11月拍摄时 正巧是菱角采收剂 阿姨们努力采收 但水质却是离得远远的 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人类 我们镜头也只能远远捕捉着画面 有一只 正值非繁殖剂的水质 没有尾巴相当可爱 但如果是繁殖羽 尾巴就会变长 宛如林波仙子了 全球水质种类有八种 台湾仅有一种 也是唯一同时具有繁殖羽 与非繁殖羽不同形态 但现在西地却越来越少 它有需要喷农药或什么的 它有可能会受到污染 这样 那因为鸟类算是比较敏感 盖房子的盖房子 然后种别的东西 种别的东西 因为他们经济价值如果不高的话 他一定会改种其他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 就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 土地破碎化 水质的家越来越少 这样的处境跟黑渊很雷同 因为他们一年大概就是 顶多出两个小孩 小朋友 那有时候甚至是一只 那如果说青鸟 它带来的食物 又是不干净的食物 很可能就全家一起死掉 北部除了基隆港之外 新店壁潭也是黑渊栖息地之一 人类的活动与开发 让他们的繁殖饱受威胁 也因此黑渊与水质 在农委会特生中心 历史两年多 所完成的红皮书名录当中 都被列为异围 特生中心盘点 台湾陆域的脊椎动物 五大类群中 共有617种受到威胁 其中又有15种被列为极度冰围 陆域爬行类有金龟 两栖类有南湖山椒鱼 与树青蛙 哺乳类包含台湾胡福 欧亚水榻 淡水鱼类则有4种 鸟类6种 极度冰围占所有评估物种约2.4% 这也是台湾第一次采用国际 IUCN的标准 更能完整反映生态环境的趋势变化 以森林为主要栖这些鸟类 在这段时间 其实很明显的改善 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水鸟 其实因为整个国际的一个局势 激烈的一些影响 特别是像从中国 韩国这一代的一个市地的开发 年代也使得我们台湾 能够看得到这些鸟类的 一个族群数量也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现在特森中心也跟林务局 针对这些极度冰围物种 拟定保育行动计划 例如黑嘴端凤头燕鸥 草销等等 近几年已经有具体行动 政府就已经在不再补助去 施用所谓的老鼠药 今年我们就开始会进行 所谓的卫星追踪这一块 去详细的了解说 它到底台湾的一个移动的状况 当它破了危险的时候 到底在哪些地方跟哪些因素 导致它会造成死亡的一些情形 无论是特有或原生种 许多都与人类居住环境 有密切互动 都得找到适切的保育方式 留住这些美丽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